前些天,汤新来了里的人气美食家科老大在大陆的新书首发,我去凑了个热闹,不但现场得到了老大的亲笔签名书,还在现场学做了这道关西风味海鲜煎饼,现场先由老大讲解和演示,随后有胆人的人也上来操练起来了,他贴了我就是其中之一,不需此行,不需此行。 科老大做美食二十多年,还曾经在台湾的医院里任职五年,专门为特殊人群制定不同的营养餐食谱,所以,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看似简单的一道菜,却有如此深的门道人,现场制作了四张大煎饼,被现场的姑娘小伙们一抢而光,所以,惊人哥我也来复刻一把。 虽然有些材料缺湿,但一点不影响享受美味,新鲜三文鱼切两公分左右的快,扇贝肉和虾仁清洗干净。 原白菜切细丝,韭菜切寸段,材料大合影,全麦面包粉,鸡蛋,盐,白胡椒粉准备好。 全麦面包粉也可用全麦粉,普通小麦粉,其他粗粮代替,蘸料汁也一并准备好。 做法见后面步骤,卷麦面包粉和鸡蛋同入盆中,再加少量凉水同伴,讲究的可以用昆布高汤更添鲜美。 简单的昆布高汤制作,取一块昆布海带。 精洗干净后定泡在凉水中。 现在天热可入冰箱冷藏保存。 第二天取其水即为昆布高汤。 面粉量可多可少。 根据食用者的人数来调整。 也可以根据喜欢的口感来调整。 面粉量多一些。 煎饼的粘合性会强一些。 而且获取的主食量也多一些。 搅拌成头糊糊状即可。 放一旁糖几分钟。 糖面糊的时候。 先在平底煎锅中倒少许橄榄油。 将三文鱼煎至表面变色。 晾凉后备用。 再将圆白菜丝、韭菜断入面糊中同拌。 菜量也不固定。 喜欢多吃菜就多放一些。 但要考虑到与面糊的比例。 防止菜多面少导致的煎饼不成形成块。 所有的菜料上都有一层清晰可见的面糊。 这个比例是合适的。 将煎好晾凉的三文鱼块。 在扇贝、虾仁、少许盐、白胡椒粉同入菜壶盆中。 拌拌均匀。 这个时候。 所有菜料表面都裹有一层薄薄的面糊。 如果看不到面糊。 说明面粉量太少。 要么再加一点儿面粉同拌。 要么就需要多加一个鸡蛋起到粘合作用。 先前煎三文鱼的平底煎锅中再倒适量耐高温感染油。 将菜料倒入锅中。 用铲子将其铺码均匀。 精轻按压。 使菜料之间更紧实些。 先中火加热。 听到底部有轻微的滋滋响声后转小火。 无需盖盖子。 几分钟后端起锅子轻轻晃动几下。 饼的边缘粘合结实不会左摇右晃实。 各翻面煎。 蘸料可以随口味来制作。 原方中用的柴鱼酱油、味淋、七味粉。 这些我通通没有。 我换成了更为常见的生抽。 另外挤了一个新鲜的柠檬汁。 既稀释了生抽的浓度。 又增加了清爽的酸味。 炒熟的白芝麻更增加了香味和营养。 带煎饼两面都煎得金黄。 隔切块食用。 或三角块。 方块均可。 关系风味海鲜煎饼。 营养鲜嫩又好吃。